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18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中航基载系统有限公司三中心业总部项目落户上海 航空工业基载云志谷应运而生 奔流不息的黄浦江在闽航区吴京镇转了第一道弯 见证这里将有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这里航空工业基载以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航空基载企业为战略指引 打造航空基载系统的总部基地 高新技术创新基地新兴产业孵化基地 构建航空基载系统内外合作的交流平台 高端人才的集聚平台 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航空基载系统产业聚集群 区域化系统推进民机接载系统能力提升 同时将与中国商飞中航发生发形成协同发展态势 贯彻国家大飞机发展战略 完善民机产业布局 打造民机产业生态 推动上海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助力上海提升国际竞争力 夏末位于上海闽航区吴京镇科创核心板块 占地322.5亩 位于洪桥机场与浦东机场之间 选址黄浦江西岸 西陵洪梅高架 与15号线原江路站相距1.5公里 驱车20分钟到达上海市中心 交通便利 原区设计秉持自然生态 以人为本引领科技的理念 旨在为工作与生活赋能 在整体规划中 基载系统临机工程中心 由航电系统 机电系统 飞控系统 电力系统 起落架系统工程分中心组成 牵头引导各立优势创新资源 构建 机载系统产业链 供应链 合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机载系统 供应商体系 模拟器产业中心 围绕军用飞行模拟训练系统 聚焦战术及任务模拟训练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重塑飞行模拟训练装备 产业生态圈 机载创新中心 重点面向体系性 缺失性 共用性 前沿颠覆性技术研究 强化航空工业机载 在总体层面 对科技创新活动的统筹规划 与协同能力 三中心 围绕着机载总部 打造以自主创新为引领 支撑系统供应商能力构建 具备国际典范的 三中心 亿总部 云智谷社区 一条纵贯南尾的水系 将地块分为东西两区 形成独有的冰水景观资源 西侧集中了 以基在本部 模拟器及民机工程中心为主的产业区 东侧则是以居住休闲为主的生活区 项目功能包括 基在本部及研发区 民机工程区 模拟器产业区 高新技术创新预留区 新兴产业孵化预留区 配套会议区 增合服务区 人才公益区 及配套服务预留区 有机的布局 塑造出充满活力的 智能生态科技产业社区 建筑的形式 借鉴航空气流体力学 轻盈的结构体态 以悬浮为灵感 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利用底层内退 空中花园等 营造出一种建筑物 飘浮的感觉 也为人们提供了 修气的花园交流层 整个园区坐拥不同层次的 绿色花园 以建筑与自然的切换 融合高品质的空间环境 来激发中行企业人才的 创新力和高效率 在中央水系的两侧 两栋舒展的高新技术创新大楼 形似腾飞舒展的机翼 展示了鲜明的基载门户形象 代表着广纳百川 大到致远的宏大戏破 航空工业基载云制谷 打破传统工业园区的刻板印象 以先进理念为指导的设计 展现从上海制造 到上海制造的转变 在富有中国传统 城市空间异象的 中轴基础上 以功能为远 冰水为势 宽窄走囊配套 实现功能与景观相融合 5G与智慧科创社区 相结合的建筑设计理念 园区设计引入智慧园区 光伏发电 智能停车 海民城市 地缘热泵 及冰蓄冷等类似生态智能技术 为上海和航空工业基载 打造一个创新驱动 具有国际视野和航空特色的产业新城 西西万邦创股 攘攘天下英才 一个世界级的科创产业基地 计较圣海民航 共创 共享 共赢 共驻航空工业基载 创新改革发展 新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